这个勾上去还是两侧勾上去就是这样子这样勾上去的这个男生都很熟悉的这个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并行低纲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第1142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MPM09的AutoBot GS 这算是这阵子以来除了MP44之外 最多人希望我能够赶快进行这个节目 那实际上入手的时间是稍稍的晚了一点 台湾这一次发售的时间比大陆略慢 那很多的童话朋友其实在网络上都已经发过自己把玩过后的感想 我相信大部分网友的意见肯定比我的意见来的珍贵 那好评还是比较多的 那确实这款做的相当的可以 但是据说灾情比较惨重 但具体来讲到底有什么灾情 好像也没有一个比较统一一致的说法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就可能是有几个小问题 有问题都不大 那说明书这个就不用特别拿出来看了 有一个非常动感的一个Sam 那当然这个五官的话是没有做出来 有人说这五官做出来要给演员版权什么的 这个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说干脆反正做出来也不像 干脆就别做了 这个目前官方的尿性大概也就这样子了 上面的Allspark上面的花纹是OK吧 这么小的玩具我们也就不多做一个太多的要求 反正有事比没有好 而实际上这个 说实在话 这个有人戏称这次的MPM09 其实是MPM08的高级配件包 这么说其实也没有错 因为Sam奔跑跟GS 其实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 那这把枪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像之前这个09年 或不对 应该讲10年推出的一个 Human Alliance的那个等级 它是可以变成一条摩托车 还可以跟蓝女少校做一个互动 但这个的话呢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那这个武器的话呢是可以稍微的去做自卖个组合 到时候可以扣在车子的一个后方 那么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这个号称是GS的这个脊髓骨啊 这个当然你也可以当它是Megatrol的一个脊髓骨 当然都是可以的 那你有其他恶搞的方式呢 也不妨跟大家留言做一个分享 细节还是有啊 这个部分是软胶部件啊 包括这个本身这个部分都是偏软的 OK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开始进行本体的一个分享 过场的几张照片的话呢 也给大家看过它的一个人物的比例大小 基本上GS确实是五人众里头呢 个头最小的一个 那其他人的之间的互相之间的比例呢 就不一定有那么样的精准 但是顺位来讲的排法是没有问题的了啊 那么这一款一般朋友们都会说呢 好像各种中奖有了没有了 我的话呢是这个膝盖呢 我觉得这个上方这个关节稍稍有一点偏软而已 不然的话我觉得我手上这一款呢 其实问题都不大啊 那以人物本身设计来讲 背包的话呢 是大家会比较考虑到 虽然看上去有点巨大 但其实呢 它这个对于这个后面的一个影响来讲的话 其实并不算多 如果说真的有影响的话呢 那是他本身脚后跟的设计是有一点问题啊 啊 这个后面啊 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轮胎的部分的感觉呢 轮胎有时候比这个位置呢 呃 如果你变形这个地方没有推的很好的话呢 变成说轮子推到后面啊 就轮子从上脚后跟的肯定会滑倒 但基本上呢 你稍微把玩几次之后呢 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再来有朋友们抱怨的就是说这个肩膀的这一块部件 如果能够没有这一块会更好啊 确实这两个肩膀这两片定上去之后 就感觉这个Jazz像谁呢 像Cellway像音波了 对不对 就像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倒三角的感觉 加上这个头型有点像 配色也有那么一点像啊 你乍看之下以为它是音波 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啊 那一握手上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把玩的时候 是这个膝盖这个位置啊 比较偏软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比较不爽啊 有时候呢 这人物在站立的时候呢 是会有一个你看他自己就往后倒了 你是莫名其妙 你是把这个裆部修出来给我看是怎么样 虽然你是铁做的啊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样有恃无恐啊 那讲一下他身上的金属部件啊 还是有的 这一块金属部件 以及脚前这个前肢吧 还有侧边这里 都是一个金属的部件 那分配的重量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还算可以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小机关啊 细节什么的啊 首先这个头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活灵活现的 有人说这个头很松啊 我这个的话是确实是有一点松 但还不至于说到 晃一晃就会动啊 基本上呢还是有一定的节操的啊 不是你说我两句我就换给你看的 那这个头部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过去这个human alliance等级的话 都是有个换 换面罩的一个机制啊 这块部件可以往内推进去 在盖上就会露出一个眼睛 但真不是普通的丑啊 非常非常的丑 很难看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还是把墨镜戴上吧 那墨镜戴上的时候呢 是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小小一个凸啊 利用这个凸呢 往上面扣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部件呢 给推上来 再给它盖上去 那顺便提一下 其他这个眼珠子呢 是用蓝色的透明件做的啊 但是基本上是不可能有透光 因为它整个后面的脑袋啊 什么的都是完全封死的啊 所以这一块透明件就是显得 好吧 你有诚意吧 但是OK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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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没完全发挥出来 那么这两片的一个肩部的 这个造型的话呢 是自由调整的 那变形的时候呢 需要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胸口上方这一带 难得这里分色做的比较多啊 有金色红色 铜色的点缀啊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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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有一点 那再来是这个手臂的问题 它是可以往内外稍微搓一点点 那手臂的平举呢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啊 就是稍微就是稍微转一下 就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在我的标准价已经算平举了 但是就是这块部件 你就是稍微把它往内推啊 就是推到一个不要妨碍它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会不会不举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 但是你转的角度呢 只要转对一个角度呢 因为它这里的关节比较多 你可以彼此之间利用关节之间 会卡死不能动的这个特点呢 去给它达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像这个样子的话呢 是绝对不会掉的 除非它坏了 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 那它这个手臂的构造 我觉得有那么点意思 首先你看一下 它这个手臂这里 破碎感是很强的 那它的这个地方呢 它的一个手轴的关节呢 其实不是在下面 不是在不是在下面这里 而是在上面这个 这个螺丝钉这个地方 这个才是它标准的一个手轴上下动啊 下面这里是可以动 但这里动的幅度有限啊 所以请记得是上方的这个地方 才是它标准的一个 那这里的话 你就估计当作是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小型的松动关节吧 而且这边在动的时候 其实你直接往内外 我记得是可以往内外搓 哎不行啊 哎这个时候搓不动啊 OK好吧 搓不动搓不动啊 今天心情不好那就算了吧 我也不勉强你了 跟个玩具生气什么呢 再来的话这个手掌啊 完全给张开的啊 这蛮四根指头 全都是所谓的一个可动手的一个手指啊 中间都还有一处的关节 本身就是一个夹娃娃机的一个手手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胸口啊 它的胸口呢 由于变形的时候呢 是有个旋转的机制 所以你变成说哎它是可以这个 等于是这边多了一个 OK不算关节的关节啊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你在把玩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晃 我认为是比较有趣的啊 然后的话呢 它这个这个地方啊 这里看到这一块有个部件 它这个勾上去 它是两侧勾上去 就是这样子这样勾上去的 这个男生都很熟悉的 这个 这个是指插球的头发 我是讲这头指插球 男生都会打棒球 不是其他意思啊 就这种扣法呢 在这个家伙的身上呢 还有一处是用在这里啊 也是这样子 都是用一个从后面过来 这样子把你勾住的这种扣法 在这个身上的话 倒是用的比较多 那这两片裙甲 我觉得有点意思啊 这个裙甲呢 我没想到说 它这个造型 直接把你做成裙甲 是可以往上掀 这里呢 有一块 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可以翻折的一个关节 但是意义来讲 不是很大啊 你知道就可以了 就甘铁估铁当成 它是多了一块的分件吧 那这块部件变形的时候呢 是可以往内搓 还往上翻的 外摆内收这个位置比较紧啊 全身最紧的关节 可能就是这个外摆内收的位置啊 你要我打开腿 还可没那么容易啊 这脚侧踢没有问题 那脚侧踢的支撑力度呢 基本上呢 还算可以啊 还算可以啊 并不是特别的差 虽然会垂下来 但是因为毕竟它是腿 比较有点重量 膝盖的话呢 是这里一处 两处的一个双动 这里是算一个双动关节前后 但是下面这个关节能动的幅度 是非常之有限的 脚的变形呢 是整个拆开式的啊 所以这个腿部的造型 就是非常非常之破碎 后方看起来有点空洞啊 这些腿的美形度 是比较差了点啊 加上分色来说 虽然立体 但是实在是 感觉是有点虎头蛇尾啊 跟这个上半身相比的话 是有那么一点弱了啊 那腰身是可以转动啊 然后这个其他的话 脚是没有接地 这脚踝的接地 是这个玩家之间 普遍抱怨区比较多的 那人物的帅气度 美形度的话呢 这个我是必须要给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分数 实在是太帅气了啊 那它的一个武器的一个互动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只要稍微的去这样 稍微做个变形啊 然后把这个指头呢 全部集中在一起 全部竖起来的情况下呢 扣进去 那扣的时候呢 是这个缺口速度朝上的 因为它本身是 人工是需要做瞄准的 那武器本身的话 因为重量也不是很重啊 拿在手上是不太会下锤的啊 这个连这个东西都撑不起来 那你可能得吃药了 这个爵士小归小啊 还是力气很大的 对不对 拎起来 You want a piece of me You want a piece OK 这个应该很熟悉的一个画面啊 那既然讲到这个 你要一骗我吗 那我就把你分成两片吧啊 它的一个 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变成一个MP 对了 顺此一提 它后面是有这两个倒沟啊 那这两个这个倒沟是 完全是 只是一个造型啊 这个在变形的时候 是一定要变啊 那个但是就是 本身就是一个造型了 那算是诚意到了 后方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按钮啊 把它按下去呢 这个腰部呢 就会有一个松动 就可以把它 I want to 对不对 把你分成两片啊 你要一骗我吗 不要 我要两片 这个外星人也会英语的 这种双关语笑话 也是很厉害啊 Megatron 不愧是这个 狂派的领袖啊 这个转开之后的话 这个部件就是 可以变成一个 断掉的一个 一个下半身 OK 上半身跟下半身 就可以OK 分开 那实际上的话 网络上很多人都会分享 它跟Megatron之间互动 其实这个是有点困难 因为Megatron 手的手是软胶啊 你要把这个确实 确实拿在手上 其实很困难的 你实际上操作 你就知道了啊 这个时候我就不禁不 就说一下KO版的Megatron MPM08那个手指是硬的 还比较好拿一点就是了 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一款MPM09爵士的一个变形 基本上呢 不算复杂 在操作上呢 还是需要一点专注度啊 后面这两个像是钩子的东西呢 就这样把它往这边中间做一个集中 我们习惯变形来从腿部开始啊 腿部的变形呢 先把这块部件给翻开 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扣 在这里把它给松开来 松开之后 把它往前面推一下 推一下呢 是因为我要把这一块部件呢 给翻出来啊 这是一定要 然后呢 再把这一块部件 这块部件呢 也给翻出来 就是这里刚刚有提过了 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卡扣 整个都给翻出来的情况下呢 我们这一块部件呢 才能够顺势的往后面推出来啊 整个推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是以这个地方的这一块 突啊要扣进这边这个凹 我们从这把它往上面推过去啊 但这个脚尖的话先伸直啊 这个脚尖应该先整个伸直的 然后从侧边来看呢 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这个脚的话整个往前面推过来 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啊 这里突跟到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下去 快递之后呢 这一块部件呢 顺势的往前面翻了啊 这个金属部件就往上面推 这一块部件呢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往下面折下来 那么这个后面这一块呢 一样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呢 翻过来到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结合 这个双动关节的使用呢 让我联想起领袖之证 first edition的那个变形 那个时代的玩具设计啊 再来是这一块脚这个部件呢 必须把它往下面搓啊 必须往下面搓下来 这有点像MP08钢索一样 但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搓下来的话呢 你不要捞过键 搓过中心点不需要啊 你这样子的话 会让另外一边空间不够使用啊 就这边呢 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啊 再来这一侧的变法呢 也是一样 先把这个卡扣呢 给松开来 松开之后呢 后面这块部件呢 也是打开 然后这个部件先把它往前面翻啊 让我们这一块部件呢 能够从这里呢 能够顺利的翻上来 翻上来 然后呢 另外一侧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可以直接往外推就可以 推出去 这个时候呢 这个部件往前面推 这里就已经松开了 松开之后往后面翻 翻过来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这一块啊 这个图呢 给扣进这个凹里头去 我们做 我自己做变形机梁开箱啊 在变形的这一块呢 我是比较喜欢 专注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变形顺序的一个优化上啊 就尽量的都是让大家变形的时候呢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点或者是安全的变法不会损坏啊 那有些人会说我变形不到位啊 但是我可以很很很拍胸脯的告诉你啊 我变形不到位的地方都是一些枝为末节的造型上面的调整而已 绝对不是伤筋动骨的地方去没有变好 甚至我从来没有因为说没变好 然后去批评那个地方过 从来就没有啊 不信你影片翻出来给我看啊 我什么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没变好 然后把它视为是一个致命缺点的 我告诉你绝对没这种事情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里就是一个可以把它这个胸脯的地方给打开了 整个打开之后呢 这个后面的这块背包整个提上来 我们先把背包做个简单的整理好了啊 这两块部件呢给翻下来 然后呢这个地方 这个好过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往后一半它就自动松开了啊 那后面这个地方的这个变形的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了 直接的完全展开之后 有卡扣就扣啊 有冲动关节你就翻 因为这个呢 变形成车子的这个部分呢 造型来讲大家是比较熟悉啊 就按着这个形状去做一个变形了呀 这个背包的这个部分算是比较简单的 顶峰尾翼呢往上面调一下啊 这个整个后面的背包也就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先整理一下 这个这个地方是可以整个都松开 我们先整理一下手臂好了 手臂的变形呢 也是需要稍微讲解一下 有一点不是很好理解 但是听过我的讲讲法 这时候你应该会比较容易知道了 首先的话 我们先把小臂的部分给解开 小臂的部分呢 是这个地方 透明件扣进前面这个部件 把它给松开来 然后呢上下就分开 两块部件做一个分开之后呢 先到这就行了 我还是一样方便大家做一个记忆啊 这个部分呢一样是两片部件 这一块往下放啊 然后上面这一块一样是往下放啊 两个部件都往下放的时候呢 你注意到了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扣哪里呢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凹就出现了 那他要扣进这个地方这个凸 OK你只要记住把这个地方扣进去 基本上就随不中一不原意了啊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稍微前后搓动一下 因为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凸跟凹去做一个结合 其他的话呢都暂时呢 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部件 你就把它往下面去搓 那当然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去 你会发现这一带的这一些形状呢 会基本上是互相吻合的 那这个时候呢 手指的话是往下面搓啊 我翻上来是因为让你们看一下 这一带的形状 它要互相吻合 手掌这个时候是往下面搓下来的 那搓下来的时候呢 是尽量的是指手指全部伸直 那下去扣 那以及这个地方呢 有个地方要留意 就是这里有一块 这里有一块啊 这里看到没有 透明部件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 要刚好扣进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凹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只要你这里扣紧 这边应该自动会扣到定位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了多了一块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怎么做呢 你翻到底部来看呢 这里是有个连接部件 把它直接往前面搓过去 这个地方的变形 有没有像这个07年的这个 07年的那个Deluxe等级的那一块部件 就是把它拼到前面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次的手臂呢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那另外一侧的变法 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了 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松开 松开 上下都给松开之后呢 这个手臂的话呢 就暂时到这边先不管它 我们把这块部件往下面搓 这里组合好 这个部件呢 再往下搓 这个部件 这调整一下 这个部件呢 一样的再把这个部件往下面放 两个部件呢 都往下放 然后这个双动关节这里把它往内搓下去 然后呢你去合并到我们刚提过了这个凸跟凹的这个地方 这个结合这边 这边有个凸啊 有个凸在等一个凹啊 人生很多这种情况的啊 电视机前面的你或者电脑前面的你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的话呢给按下去 基本上就把它给扣上去 OK扣上去了啊 扣上这边扣上去的时候你看到没有 这边这个透明件 就是我刚提的这个透明件这个地方 这里还刚好会扣到 这里 你看它其实也是扣进去了啊 这个手掌的话呢就把它往下放了 接下来这块部件呢 就利用这里的这个连接的这个部件呢 把它往前面推 旋转这个关节到这里来 就完成了车子的一个另外一个侧边 那这个两只手的话呢 也算是变形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关于头部的一个变形 呃这也是它这个玩具本身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醍醐位置所在了啊 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胸口这个部件呢稍微做个简单的整理啊 这个胸口这个部件应该是可以拉出来的 那我们的话就是把它给推回去整理一下车头 然后呢这个两个这个肩膀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往两侧拉开 拉开的情况下呢才能够方便我们把这个部件呢给往上面翻起来啊 如果你这两个部件不把它给拉出来 这个头这一块这一块盖板是掀不起来的 那头的话是给它转正啊 再把它给收纳到身体里头去 这样头部呢完成一个收纳 再把这两块这个肩上的这个类呃锁骨般的造型呢给扣进去 接下来就是要进行两次的一个大回旋了 啊两次大回旋是分别是旋转啊 应该是先旋转这个车头这边再旋转这个简单的就是有两个地方要旋转啊 这个这个该怎么说呢 呃先这个地方嘛 这里有一个止插球式的扣把这个地方先把这个车顶盖的部分转上去 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车头是反的 我们再旋转车头就好了 再旋转车头这个部件就好了 这个地方的手臂的话呢是把它往下吹 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已经该打开这样子做一个旋转 OK两次的旋转之后呢就已经完成它的一个一个所有的转换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呃部件开始做一个整合了啊 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呢往后面推过来 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样子整个的做一个集中前面的一个引擎盖扣上去扣上去啊 那我的个人习惯呢是先扣后面啊 后面的这里呢需要一点点练习啊 因为这个后面这个方向灯这个地方要卡进去这个地方的话呢 呃我个人可能手比较笨吧 感觉呢我滑的不是那么顺啊 那我的话就会变成说呢 有时候呢后面这个地方是先把它给解开 两腿的合并先解开也无所谓啊 先把这两处的这个卡扣 这个地方的卡扣呢是比较要紧的 要先扣上去 这个Jazz的话呢 因为整个是一个银色的一个一个一个跑车啊 有时候这个画面可能会比较亮啊 这个白平衡可能没有办法控制的很好 如果有点刺眼的话 还请各位稍微包含一下啊 OK车尾的话呢 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组合完成 这需要稍微练习一下下啊 再来就是把这个车头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把手这个部分只要转到一个正常的角度就可以 那这个正常的角度是指怎么样呢 这里要跟各位提一下啊 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有一个凸在这里 对不对 有一个凸在这里 它一定要扣进去 这边这个小小的一个缺口啊 这两个地方呢是一定要去注意到的啊 那车头这个部分的这个裂缝啊什么的 这个你自己去稍微去调整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往后面搓进去了啊 搓进去 这里往后面放进去 这这个手啊散的这个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到这个时候呢这些地方呢只要是往内去做一个压盒的话呢 基本上呢都会卡到一个定位 而这里面呢其中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凸跟奥的一个结合在这里 那最后就是做一些整理了 先扣这一边好了啊 这个地方把它往内压 这边的话呢就OK就就就就不再特别重录了 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时间关系啊 最近稍微的忙碌了一点 好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就算是基本上该扣的地方都扣上去了啊 就这个车头的这个地方 一开始没有把它整理好 OK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MPM09一个AutoBot Jazz呢 从一个非常帅气的赛博坦生命体呢 变形成一台地球上的一个庞迪克跑车的一个变形过程 我们来看到Jazz的载具形态庞迪克的一台跑车 很多人说有一些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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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装来讲我基本上也就也就是认了 那严格来说的话 我自己的话 因为变形的关系 我也不晓得我到底是能不能够再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缝隙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 那车头这个部分 这里快不见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有个缝 那我的画把变好 我只能把它往上面挑一些些 那这个是我能够变形的一个极致 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变得更好 但是我自己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密合度的 那么真正的来讲的话 是上面的这打的几个钉子 你当远远看的话 会以为是不是这个漆面是刮掉坏掉还是怎么样 感觉是比较可惜一点点 那上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吊漆 这是我变形的时候弄伤吗 还是来的时候就弄伤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后面这个地方这些小刮花什么的 究竟是来的时候受伤 还是我在装武器的时候弄伤 其实我已经都分不是很清楚了 底盘塞得非常的扎实 那在整个变形的时候 最后还是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这个手臂扣进来的这个地方 有个凸扣进来 你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留意 还有这个地方两腿的这个地方挤压进来的时候 不要往太过左或太过右 再来就是这个变形的时候 最好前面这一带呢 是先能够把它给密合的好一点点 那么以及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两根 这个像它这个脚趾的这两根部件 请记得是差不多保持的水平 如果有一个偏外或右的话 也会导致于它扣不进来 好吧 那滚动性的话 基本上是还可以 还可以就感觉还是有一个轮子 好像不知道哪一个轮子 这个声音怪怪的 OK这本身轮子的滚动性 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 不是很流畅的感觉 行吧 不过呢 基本上的话呢 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 综合实力来说的话呢 这一款09的话呢 人形的帅气度是几乎是超高分数 是非常棒的 变形的话呢 就是最后的这几个地方 在这个密合的这个方面 要花一点时间调整 车型的话呢 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 基本上都是在我可以 高分接受的范围 说实在话 真的是要给高分的 在今年度来讲的话呢 这一款玩具 可以说是我个人是属于 非常非常推荐的一款了 那2500块钱台币左右入手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算可以啊 基本上还算过得去啊 跟我当时入这个MPM05 Barricade是差不多的那个价格 其实这个东西 只要做的好的话呢 其实价格的话 我不是很在意啊 但是如果说做的很烂的话呢 你说要我推荐呢 要跟大家分享说 讲到好呢 是不可能的啊 那么这一款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 OK 我神龙是藏白草的这种精神的话呢 当然很多已经当过神龙是了啊 这款我是比较推荐的 那行吧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咯 那今年的MPM的系列的话 我不是今年零顶 应该不会再推出了吧 这款09算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据点了啊 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